就7月28日在港岛区发生的示威活动 香港警方发言人7月29日凌晨表示 激进示威者目无法计 以暴力破坏社会安宁 政府予以强烈谴责 警方已经拘捕至少49名激进示威者 使用多样的致命武器袭击警察 暴力的程度是令人发指 警方是予以最严厉的演习 警方发言人指出 自28日下午开始 有市民在港岛不同地区进行未经批准的集检 其中在上环及西环一带 有激进示威者作出暴力行为 包括在地面检石砖头袭击警务人员 纵火 甚至以在有燃烧中纸皮的手推车 推向警方防线 对警务人员以及其他市民构成危险 发言人表示 激进示威者目无法计 以暴力破坏社会安宁 特区政府予以强烈谴责 会继续全力支持警方严正执法 遏止所有的暴力行为 尽快恢复社会秩序 在上环临时间的附近 有人由高处 将一些在路边拆轨的 出来的大型交通路牌 以及重型的杂物 钉向街上的警员 构成严重的生命为威胁 我们的人员 在现场执到射击用的弓和尽 大家看到 这些是一些致命的武器 该发言人还提到 在铜锣湾有市民占据马路 更有人破坏公务 设置路障阻碍交通 严重影响巴士及电车等公共服务 该等行为不但违法 亦对其他市民造成不便 政府对此表示遗憾 并再次呼吁市民 表达意见时 因和平理性 不应以身事法 感谢观看